中国盲人异议人士陈光诚逃离软禁 外界仍不确定他是否被美国保护 美国在争取控制这场外交危机 华盛顿向北京派遣了高级外交官 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坎贝尔星期一早晨抵达北京 预计他将在那里与中国官员讨论陈光诚一事 美国已经表示关心陈光诚的命运 但拒绝对他的下落做评论 有未经证实的报道说 陈光诚逃禁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 设在美国的中国人权组织 对华研助学会说 陈光诚正处于美国的保护下 美中官员之间的会谈正在进行 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 星期天晚间对美国之音表示 虽然陈光诚目前在离他家很远的安全地点 但是他唯一的出路可能只有逃亡美国 傅希秋援引于陈光诚关系密切的 消息来源的话说 20多名军警星期五早上拘捕了 陈光诚的哥哥和侄子 据消息来源透露 陈光诚的妻子 女儿和母亲 仍然处于严密的软禁中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反恐顾问 约翰·布伦南星期天说 奥巴马将采取任何他认为 符合美国以及所涉及个人的 最大利益的行动 布伦南没有证实陈光诚 是否得到了美国的照管 但他重生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陈光诚是一名法律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 他因记录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中的 侵权行为被逮捕 他在4月22号 从山东省东施古村消失 但当局直到26号才意识到他已失踪 目前还不清楚陈光诚前往何地 但他的朋友 另一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 他相信陈光诚星期五已进入美国大使馆 美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员 对此表示无可奉告 中国政府一名发言人说 他对有关报道毫不知情 这一事件发生的几天后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和财政部长盖特纳 将前往北京进行年度会谈 在星期五发到网上的一段录像中 陈光诚详细描述了他和家人 在一年半的软记中 据称遭受的虐待 他还呼吁中国总理温家宝 对中国国内侵权事件进行调查 陈光诚参与反对在中国 一胎化政策下强迫堕态的运动 他结束四年有期徒刑 于2010年9月出狱后 一直被软禁在家 缅甸反对派领导人昂山素季 星期一说 他和其他反对派议员 已经停止抵制议会 将宣誓捍卫宪法 接受引起这次争端的一个条款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昂山素季和其他全国民主联盟的党员 星期三将第一次参加缅甸议会 他们此前反对宣誓就职时 要求议员捍卫宪法的说法 要求用尊重宪法来取代 为表达我们的尊重 我们将与不同团体遵循妥协原则 因此我想要宣布 我们将尽快宣誓成为议会的合法议员 但是这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说 全国民主联盟将为让他们当选 进入议会的人民的意愿 做出让步 这些人因议员们没有出席议会 感到不满 我们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妥协 因为我们不想要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有一些人可能认为 全国民主联盟让步 但是就让他们照自己 所希望的那样去想好了 昂山素季的决定 意味着他星期一 将不会在行政首都内比都 出席见证到访的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历史性的演说 这是到访缅甸的外国政要 首次发表这类讲话 我相信缅甸有巨大的潜力 成为21世纪和平民主繁荣的典范 我在此敦促缅甸继续朝这个方向前进 潘基文在讲话之前 与缅甸总统吴登胜举行会议 显示了对这一长期以来 被孤立的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支持 这是缅甸政府过去一年来 推出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后 潘基文第一次访问缅甸 潘基文将于星期二会见昂山素季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叙利亚人权活动人士说 西北部城市伊德利部发生爆炸 导致至少20个人丧生 总部是在英国的 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说 这些爆炸针对的目标 是安全部门的建筑物 炸死的人多数是安全部队成员 与此同时 叙利亚国家通讯社说 武装袭击者向叙利亚中央银行 发射了火箭 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说 星期一在首都大马士革的袭击中 银行建筑被毁 但是无人受伤 通讯社还报道说 武装恐怖分子向首都的警察巡逻队 发射火箭 打伤至少4名警察 星期一的袭击发生几小时前 新任命的联合国叙利亚监督团团长 罗穆德少将呼吁 阿萨德总统的军队和反对派 停止交战 让脆弱的停火得以维持 穆德少将星期天提搭大马士革 负责领导一个由30名 非武装领和国观察员 组成的先前小组 该小组的任务是 监督4月12日达成的 停火协议的执行 持续的交战 破坏了这个停火协议 苏丹宣布于南苏丹的边境地区 进入紧急状态 显示这两个相邻的国家之间的 敌对状态继续加剧 正在走向全面战争 喀图木官方的苏纳通讯社 星期天报道说 这一法令赋予苏丹政府 在这个动荡地区 享有更大的权力逮捕 和审判嫌疑人 使巴西尔总统和任何 获得他授权的人 可以设立特别法庭 处理刑事和恐怖主义案件 这一举措还暂停在边界地区 执行宪法 并对南苏丹实施贸易禁运 这两个国家在石油收入 边界划定 以及国籍问题上 一直存在纠纷 南苏丹星期天说 将从有争议的阿普耶伊地区 撤出所有警察 一批武装分子 在尼日利亚北部 袭击了一个教会 举行礼拜活动的大学剧院 打死至少15人 安全官员说 袭击者向位于卡诺的 巴耶罗大学事发地点 投掷小型爆炸物 并在教徒往外逃跑时 向他们开枪 袭击至少造成22人受伤 其中一名伤者说 仪式刚要开始前 发生了袭击 当局表示 袭击者在安全人员赶到前逃离 警察封锁了整个地区 一度甚至禁止 紧急救援人员进入 目前还没有人宣布 对袭击事件负责 这起事件与伊斯兰激进组织 伯科圣地制造的 其他袭击事件类似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 收看 感谢您的收听